儿子刚上大学半年,却打电话说发奖学金了,母亲挂电话后报了警 虽然现在社会发达了,但在生活中却充满了各种诈骗 有的人专心想办法骗老年人的钱,有的人专门骗妇女儿童的钱 而更有很大一部分人却看准了大学生的单纯,专门骗大学生的钱 小斌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农村家庭,因为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他的母亲就时常告诉他,不吃馒头增口气,一定要有所成就 于是小斌在上学期间表现得非常努力 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去年高考的时候,小斌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 这让他的父母感到非常的开心,本身就是出生于农村家庭 所以他对外面的世界非常的好奇 之前在上高中的时候,每次周末他都会和几个朋友约着出去游玩 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去一些超市购物,总是对外面世界产生好奇 于是在小斌上大学的时候,来到了这所大城市 他并不感觉到陌生,反倒觉得对大城市非常喜爱 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每到周末就会和同学一起出去购物 虽然身上的生活费并不上很多,但他每次出去都会买一些东西吃 以前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母每个月都会给他打500块钱 他根本就花不完,甚至有的时候两个月都花不完这500块钱 可如今上了大学之后,他的父母觉得孩子一个人出门在外,花钱的地方都比较多 而且一个月都不回来一次,所以他的父母每次都会给他打2000块钱过去 可是这2000块钱根本就不够小斌用 因为他每次出去都会买一些东西 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东西都比较昂贵,所以他很快就会花完了 但又想着每次出去,如果不花钱的话,朋友就会瞧不起自己 于是他从网上开始寻找一些兼职 他想通过做兼职来赚一些外快 这样就能够让自己有足够的零花钱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他们都会去找一些兼职做 可是就在小斌寻找兼职的时候 他之前有一个与他好久不联系的朋友,突然找到了他 并告诉他现在他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和开了一家公司非常赚钱 每天收入都是上几千,顿时让小斌听到后心里就非常的开心 心想这下终于可以赚大钱了 于是他就打电话给父母,并且跟他父母撒谎 说学校要2000块钱去买一些资料等等 起初他的父母觉得不相信 因为他儿子平时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开心 可是这次打电话,他儿子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 这就让他父母顿时间起了疑心 有一天晚上小斌的父母还和往常一样 打开手机拨通儿子的电话 正巧这时他儿子接了电话 于是在电话中,他儿子就告诉他母亲 因为在学校表现粗重,得了500块钱的奖学金 并且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但他母亲一听就觉得很稀奇 他才去学校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怎么会有奖学金呢 没办法小斌的母亲就拨打了120 当警察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就开始通过一些监控或者走访的形式 终于查到了小斌所在地点 当警方得知小斌进入一家传销组织时 他的母亲顿时间就探到在地 觉得自己儿子毕竟是一个大学生 怎么会被传销手骗呢 当他们找到小斌的时候 起初小斌还不相信 且跟警方说,再过几天 他们就可以领到工资了 于是没办法,警方就把他带回了警局 不断地在开打打 终于小斌脑子开窍了 才知道原来自己是真的被骗了 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出门在外一定要多长个脑子 自忍自命不知心 不要随意相信别人的话